大家好,我是Ivy 今天要给大家更新一下关于澳大利亚这边的两所大学 阿德莱大学还有纽卡斯尔大学他们专生硕项目的一个录取更新的信息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阿德莱大学 阿德莱大学是澳洲八大之一 那么他们家的专生硕其实一直以来都是香薄薄 那么阿德莱大学他们的专生硕的话 现在也是可以接受国内五年一贯之大专的学生来进行申请的 那么具体它的要求是需要你的均分达到80分以上 而且你的毕业证是需要体现五年制的 你的成绩单也有五年而且都是在一起的 另外阿德莱大学也是可以接受自考本科没有毕业证的学生来申请的 均分也是需要达到80% 然后你的成绩单你的课程项目是需要达到20到25门课的 那么关于这个项目它的语言录取要求需要总分5.5 雅思单项不低于5.0 那么阿德莱大学的话 其实他们这所学校关于专生硕的学生 他们对于学校的这个背景其实还是比较严的 它是需要大家最好你的这个大学 它是提供本科和硕士学历课程的 而且呢是大学内部的大专课程 那么他们会更认可一些 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另外一所学校 就是纽卡斯尔大学 纽卡斯尔大学呢 它也是QS排名前200的大学 那么这所大学的话 他们专生硕项目呢 是可以接受两年制大专 还有五年一贯制大专来进行申请的 语言要求呢 也是雅思总分5.5 单项不低5.0 那么在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了 其实国内有一些大专的学生 他是两年半的一个学制啊 那么这样的一个学制的话 其实在澳洲这边大学来看的话 他认为就是非全日制的 所以呢 假如要申请这两所大学 基本上是不符合要求的 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 后期呢 会给大家更新更多 关于澳洲这边留学申请 包括学校录取要求这一块的分享 拜拜